这个Hello World 特别注意 我们第一步要怎么样去设计出来 我想各位慢慢要对这个环境熟悉 不过也不要急着去 太快去 想说这么多东西 我要怎么了解 基本上你刚开始只需要了解第一个 在我们这专案名称 这应该知道这专案名称 第二个是在底下看到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版型 这个版型有点像是我们做网页一样 网页一定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这个画面是在layout里面 它的档名我们预设叫ActivityMan 副档名就是XML 也就是说它其实XML这个档案格式 其实是HTML的一个延伸 它不是用HTML不是用网页 而是用一个XML 去当成它的版型设计的一个基础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切过来的话 它就是XML的语法在这里 然后切回来的话 就是一个版型设计 当然基本上 一般人光看到程式码就昏倒了 所以你们还是看这边就好了 你当然没有状况的话 基本上不会切到这边 两边是可以切来切去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的版型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好的word 那假如我今天要修改上面的文字 比如说呢 这边我希望原来已经有一个 有有一个这个叫做TestView 上面有名称叫做Hello World 然后呢我后来又加了一个什么Button 按钮把它拉进来 有没有 基本上它可以移动的 移动的方式的话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顺按住它 它就有没有 它有一个这个箭头 也就是说它对齐哪里的意思 跟那个阿兵哥排队一样 反正你就对齐前面对了 对这边 那你会发现对齐之后的话 那这个它上面跑掉 你下面的可以跟着跑 所以你下面要跟着它跑 你下面再移一下 让它对齐上面的 OK 那再来的话上面的文字按右键 把它改一下 这边的话呢会出现叫Edit 你按右键之后 假如说我今天上面那个Hello World 要把它改成什么的 改成叫做请按按钮 然后呢下面 Button叫做确定好了 当我按下确定的时候 上面就出现您按下按钮 上面的字变更一下 大概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那我们要更改上面的文字 就直接按右键 Edit Test一下 然后里面的文字 就把它改成叫做 请按按钮好了 这我想你们可以 不一定要叫这个名称 自己可以变化一下 没关系 请按 OK 那这边上面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上面就会显示出请按按钮出现 再来底下的Button按右键 Edit Test 把它改为确定 如果字太小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OK 大概最后看到类似像这样子 位置自己调一下 好的之后 请你按Safe一下 储存 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请你 如果说我今天要希望呢 能够在浏览器 在模拟器里面看到结果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模拟器在这里 对不对 你就直接 把这个Hallover按右键 先做好之后 执行为什么呢 Enjoy Application 就是 这上方按右键 执行为 Enjoy Application 它就会怎么样呢 帮我把 这个APP 做专案呢 把它 做一个打包 把它compile 就是把它重新编码之后的话 然后呢 编译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丢到我们的模拟器里面来 所以基本上呢 它是compile 编译之后 然后打包成一个APK档 然后再丢到模拟器里面 有没有 然后就会秀出来了 他APK就是丢过去 他就会怎么帮我装起来 就会装到模拟器里面来 所以基本上呢 刚刚我们修改的部分 有没有 马上就可以在这边呈现出来 你看没有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 一下就OK了 那你将来就是可以看你要画面 要怎么设计 反正你就是想好一个 一个版型 然后设计完之后 将来 再来就是要按下确定之后 上面要更改文字 可是呢 这个部分 刚刚做的设计 只有叫做 UI设计 就是画面的设计 就是叫做 User Interface 使用者界面的设计 那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做什么 当我按一下这个确定的时候 他要去更改上面的文字 那这个地方就稍微麻烦一点点 那里面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特别注意就说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撰写程式 那撰写程式里面 第一个 要注意的是 我画面的东西 画面的东西呢 我要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是ID 那这个ID的话呢 我将来 程式在撰写的时候呢 会借由ID 去找到 这个画面的东西 然后呢 当我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这个按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去更改上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借由程式去撰写 所以第一步 我想各位先试着把这个画面做出来 然后呢 也把这个模拟器给让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